每天三分钟获得一个心理知识 本文由公众号潘兴之石敬国原创 盖世英雄很少出现在现实世界 但女人的内心都还在渴望那个平凡的男人 会给自己很多意外的惊喜 所以我们在婚姻中容易产生几种错误的人知 第一 我的男人是这个世界的男一号 实际上 世界上的多数男人都是平庸之辈 并没有超能力 也不是古代呼风唤雨的皇上 他们自己也正处于发现自己并非主角的挫败和失忆之中 当女人发现这些的时候 心里一定会有失落 而且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男人的不满 你连这都做不到 我要你有什么用 你的那些花花心思 我不知道有多嫌弃 相比男人的拳头 女人的嘴巴更有杀伤力 他们发自内心的不满和轻视 足以让一个男人内心崩溃 第二 男人永远像求婚时那样单膝跪地 恋爱阶段就是人生的一段旅程 在这段旅程里 男人的任务是让女人感觉被宠着 像公主一样 但一旦走进婚姻 男人会认为 游戏结束了 在追求的过程中 你已经接纳了我 你也爱上我了 这是我们走进婚姻的前提 所以 日子已经步入了正轨 我们相爱的方式就会发生了变化 我们彼此已承担家庭中的责任 以相互照料 相互陪伴来表达爱 而之前那种并不平等的爱的姿态 也就可以终止了 看 男人把这种追求当成一个流程 而很多女性却以为一辈子都会这样 当走进婚姻之后 发现男朋友变成老公之后 就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免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其实 那只是因为大家对于恋爱这件事情 并没有达成共识 第三 男人可以轻松地坚持说我爱你 当你成为一个资深妻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 让你丈夫说一句我爱你 竟然成为了一件很困难的事 说出三个字而已 她却像便秘一样 会憋红脸 好像在做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 其实 这才是男人本来的样子 男人在恋爱的时候 在生理状态上 会进入一种非典型的时期 那时候的男人会变得感性乐于表达 当那个阶段一过 男人就会变得羞于直接表达情感和感受 第四 男人非常享受女人的爱的证明 所谓的爱的证明 其实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作 女人喜欢的爱情剧 都是充满了误解和各种虐 但最后都以真爱解决了一切 为了验证最后的那个真爱 他们有时候会努力制造误解和各种虐 以为这样最后真爱献身 摆平一切 但这个过程反而会让男人心里交瘁 不再约束自己 任凭自己扎的一面表现出来 甚至放弃婚姻 从生理学角度来讲 男人对异性的好奇是与生俱来的 并且不具备强烈的排他性 决定男人会不会出轨的因素有三个 第一 有没有原始欲望 第二 有没有条件 也就是经济时间空间方面 第三 有没有自律 好男人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找点时间找点空间也不是很难 所以真正做到忠诚 都要有很好的自律能力 这需要对自己的需求有客观的认识 对自己的家庭也有足够强大的信念 并且对于自我克制这件事情 有足够的接纳和认同 所以聪明的女人不会麻木的相信 我的男人绝对不会出轨 而是默默的帮她巩固信念 让她有心甘情愿 为之自我克制的家庭家人 第六 我男人可以为我赴天下人 男人在做事的时候 他会想 对待妻子我当然要负责 对待兄弟姐妹我也有亲人的责任 对待朋友我也有朋友的义气 所以他会有纠结 他会有不安 他会有自己内心的挣扎 如果缺乏了解 只是一味的去判断 这个男人不站在我这边 就是不爱我 那真的是给关系雪上加霜 如果在这个时候换位思考 或许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在对事情轻易下定论之前 聪明的女人先会问男人的感受和想法 如果你们平时关系就很亲密 有过很好的沟通和理解 你不会对他太多指责 那么你会很轻易的告诉你自己的想法 或许你会看到他内心的脆弱感 好了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欢迎分享给你的小伙伴 我们明天见